The next station is Roma Street 我搭火车去长途火车站 大家好,我是Mary 我今天要坐火车从布里斯班去坎安斯 布里斯班的长途火车站是在Roma Street 我在Roma Street车站下车了 现在要去长途车站的站台 这个长途车站是在10号站台 我走过去 从布里斯班去坎安斯 坐火车差不多25个小时 经济车厢的座位有20公斤的托运行李 还可以带一个20公斤的行李上车 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 我带着好奇心 车来了 我没有买到卧铺票 因为我订票订得晚了 卧铺票没有了 不过呢,我带了一个枕头 希望那个座位呢坐着舒服 这个火车这么长啊 Spirit of Queensland 上车了,25个小时的旅途开始 坐火车大部分是老年人 还有就是带着孩子的 每个车厢都带有两个厕所 一个洗澡间和饮水机,还有放行李的地方 座位的头顶上 座位的头顶上也有放行李的地方 小件的 我的座位到了 地方空间还是挺大的 不知不觉中,车已经启动开始走了 打开来看一看,火车内禁止吸烟 还有一副耳机,看电视听音乐用的 看看菜单,东西都不贵 价钱很合理的 火车在行驶当中 服务员来资讯 我要点什么餐 我点了Ross Pork with Vegetable and Gravy 抬头一看,一个景象 非常的特别 等我拿起相机 已经失去了好的拍摄角度 这个山很特别 大家再来看看 这两座特别的石头山 它离布利斯本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车城的地方 它们是Glass House Mountains 其中的两座山 Glass House Mountains 它一共有大大小小的12座山组成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要开车到那里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到车厢里走走看 它车厢分为ABCDEFG 再加上车头和车尾 现在车厢里还是有空位的 我是在G车厢里 过两个车厢以后 到了D车厢就是餐厅车厢了 A车厢是托用行李和乘务员使用的 看看厕所还是挺干净的 这是餐厅车厢了 我过了餐厅车厢就是卧铺车厢了 原来它是卧铺座椅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 卧铺车厢只有两节车厢B和C 不是那种包厢带小房间的 到头了 前面那一节就是A车厢和车头了 它这种卧铺座椅到了晚上的时候 服务员会把它放平 那座山也是Glass House Mountains中的一个 它行驶了三个小时 来到了North Gimpy火车站 在这里上来了很多人 座位几乎都坐满了 我的下午餐来了 烤猪肉配蔬菜和肉汁 9块半 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我快6点的时候来到了Maryborough West 那个很有名的小孩故事书Mary Poppins的作者 P.L. Travers就出生在这里 6点50的时候到了Bunderburg车站 我也下来走动走动 每到一站都有人上上下下 上车了 我坐好了坐着睡觉的这个行李准备 10点多的时候到了Rockhampton 车厢内很热闹 睡觉打呼的声音 还有久不久小孩的哭声 凌晨3点的时候到了Makay 第二天早晨了 大家早晨好 我到餐车买了一杯咖啡 吃了一块自己带的撒气马 现在是早晨6点来钟 有袋鼠可是拍的不清楚很遗憾 到汤斯福之前过了好几条河 咖啡咖啡甜sugar can filled 大家看看那个烟筒里冒出的不是烟而是蒸汽 那是折塘工厂 到Townsville了,在这里下去了好多人 早上8点20到的,我也下去走走透透气 大家看看这栋房子,这是昆斯兰特有的 这种房子可以应付水患和白蚂蚁 这种房子是炙热的,就是炙热的工厂 那个烟筒里冒出的不是烟 而是蒸汽 布里斯班到坎安斯 座椅床呢 这个票价是差不多呢 是390元 这个票价涵盖了饮食 都是免费的 这个座位床的票呢 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呢 要尽量早订票 再往上订票 经济座位 票价呢在221元多 要提前买票哦 退休人士会有特价票 非常的便宜 现在和火车并排的这条公路 就是布里斯哈维 A1高速公路 我的午餐来了 炸薯条和炸鱼9块半 真的很好吃很不错 薯条和鱼都很酥脆 鱼呢也不腥 给橡胶都套上了塑料袋 以防虫害 因尼斯巴尔 这里是出产橡胶和折塘的重要地区 大家看那座山很有名 叫Walshese Pyramid 这条公路 是 这条公路 这条公路 我想告诉大家 它这个座椅很不舒服 往后只能扬30度 没有飞机上的座椅舒服 到了卡恩斯了 卡恩斯的这个火车站 是在一个大的购物商场停车场的旁边 今天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会在这里玩几天 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